好那刚刚咱们呢做好了这个相对应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准备 那实际上这个音乐数据准备呢 我们不需要呃太长的这个 我们不需要这个呃怎么说的 好我不需要每次训练模型的时候 全部都要去做件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把代码里面这部分呢 给它做掉 然后接着我们有了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干嘛呢 有了数据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进行相对应的一个训练 相对应的训练 但在这个地方我们说呃 加载这个训练级数据 然后分割为训练级测试级进行分裂的训练 然后有了这个训练级呢 我们可以去训练模型 然后我们可以用测试级呢 去测试这个数据 当然这个测试级的数据呢 得是这个训练级里面没有的这个数据才可以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进入到比较关键这个构建训练级 那其实这个地方呢 我们前面 准备的数据呢 是六个类别的音乐文件的数据 六个类别音乐文件数据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对这六个类别音乐文件 已经准备好的数据进行相对应的构建 在X与Y X就是我们的矩阵 那Y呢实际就是我们最后label那一列标签啊 那在这里面我们双通佛学还是要去便利这个六百条数据啊 因为我们是六个类别每类别一百首歌六百行数据啊 那这里面呢我们呃很需要去找到什么呢 找到我们刚刚告建好的这个处理电话之后的数据啊 所以这个地方平接的字幕传后面会有一个点FFT加上一个点NPY的这么一个后缀啊 那这个在拍子里面咱们这个加号呢通常不这么拼接字幕传 除非什么呢 除非是我们这里面的每一个类型 全部他都是STR都是这种类型 我们是不是才可以用加号对吧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那个拍子比较习惯的那种百分号这种写法也可以啊 那接着我们有了这个路径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NPY的load 把刚才我们的8KB的数据给他导进来 再一次的从磁盘里面给他加载过来 然后变成特征 然后我们把这里面的每一行特征就直接给他加到什么呢 加到X里面去 这个地方的这个特征数量是多少呢 我们不需要再一次去取了 因为我们前面这边在存的时候已经切片操作 存了头100个赫兹了 所以这里面我们直接把它读进来就是100列 就是100个数 然后存到每个X 就是存在一行每一每一千个数 每一千个赫兹每一千个数存到这个X里面去做一行 然后接着这个Y呢 Y是我们的类别号 那这里面我都用什么呢 我都用了这个 这个list里面的 所以比如说classical是第一个 那它的随便是0 我就把这个作为这个分类号 因为分类号正好它也是从0开始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调用这个pathon的list的方法 index的 然后把这个什么呢 把具体某个元素所对应的索引从列表里面找到 然后接着呢 我们把它添在Y这个里面去 然后此时此刻的这个XY呢 到目前为止 它都是原始的pathon的list的列表 那咱们的sklearn呢 通常情况下不太喜欢 或者是不能读这种原始的list 那怎么办呢 咱们需要把它改成这个numpy的一种array数组类型 通过np的array 把我们的list变成这种数组类型 那如果我们这s里面是一个list套了另外一个list列表呢 那它实际上这个列表会变成一个二位的一个数组 就是现在一个矩阵 那这个地方的Y就变成了一位的一个数组 那接着再往下 我们准备好了数据 我们就需要去构建一个模型 那这个大家都熟悉了 已经from sklearn的leader model 从先进模型下面去导入逻辑回归 那我们通过回归这个类小括号创建一个对象 那有了这个对象之后 我们还是要去训练这个模型 接着将fit的方法把XY传进来 那此时呢我们现在就有了这样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训练好了之后 它是在内存里面的 如果你想把这个模型呢给它存到私盘里面去 当然也可以 就下面这一段我注释好的代码呢 实际上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package包叫pico 这个东西呢 是python里面内建的一个持久化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模块 它可以来保存对象啊 那可以通过pico.damp可以把一个对象给它存起来 如果我们这里面把model传到这个函数里面来 那它就可以把什么呢 把这个对象给它存起来 你就可以把这个存起来 然后接着我们可以通过lows方法再次的把它给导入进来 实际上就可以了 实际上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一段大家可以把它打开去自己去实验啊 那咱们现在这里面摸了点fit呢 那这个模型参数事实上就在内存里面的啊 如果代码结束了事实上它就消失了啊 那这个模型我们可以不存的话 我们可以紧接着就去用啊 紧接着下面就去使用这个模型 然后在使用的时候呢 这里面我用了一个测试数据 这个测试数据呢 我给大家放到了这个刚才发给同学文件夹的这个春赛的下面去 就是在这个春赛 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春赛的下面 在这个春赛的训练集下面 里面有一个文件夹叫sample sample下面呢 我没有放太多 我就放了一个音乐文件 这个音乐文件呢 是这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啊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过这首歌啊 那在一般咱们人的这个脑海中的印象当中呢 这个黑豹乐队的歌一般都是这个绕和摇滚 所以呢 我现在就期望什么呢 我我就期望这个模型 它最后生成的这个答案 它给出我们预测这个分类号 这个是赵和阳果的那个分类号 能理解吗 那这首歌大家看一下这首歌多大呢 这首歌不再是1.26兆 这首歌大家可以看一下是多少兆啊 28.4兆 28.4兆 那这首歌呢 事实上是比较大的这么一首歌 那如果想要这首歌让机缘机读懂 或者换句话说 想让它让我们的模型可以读懂 那你模型是怎么训练的呢 事实上咱们的模型试炼的时候 里面试炼集的X 事实上都是经过复力变换之后的结果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如果想要这个模型去使用的话 我们的测试集的数据 实际也得经过复力变换 我们模型才能去使用啊 所以呢 这样的28.4兆的音乐文件 我们同样需要去干嘛呢 需要去对它进行复力变换 复力变换之后 你觉得它的大小是多少 复力变换之后 取头1000个 它的大小一定也是8KB 对不对吗 一定也是8KB 所以在这边就是复力变换 可以忽略掉这个音乐文件的长短 可以忽略掉这个音乐文件的长短 这是一个好处 那我们把这首歌经过复力变换之后 把X4传给谁呢 把X传给model model经过计算 model是怎么计算的 我们之前的model这里面是生效度运回归 所以model其实就是W0到WN 然后我们X经过复力变换之后 其实它变成了X1到X1000 所以这个地方有了X有了W 要去做什么事情呢 实际上要去做的事情 就是先去做一个Z Z去等于W0加上X1去乘以W1 一直加加加加加加加到就是加什么呢 加到这个呃 这个这个X一天去乘以W1 一天那么一种才卖啊 他一天要出这个Z 然后还要对这个东西进行一个SIGMO的转换 变成一加上一到负费分之一 去得到具体一个概率值 对不对 去得到具体的概率值 那那个概率值是多少 那个概率值是多少 它是个0到1之间的一个值 不过大家注意一点就是 我在说这段的时候 大家还能有个印象就是 咱们这里面是几分类呢 咱们这里面做的是一个6分类的音乐分裂器 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个印象就是说 它这里面设定的模型 可绝对不止一组W0到W1千吧 它这个地方应该是有6组 W0到W1千吧 也就是说那下面这两个公式去使用的时候 它是它其实要掉6个分别的模型 算出6个概率 算出6个最后的概率 对不对 然后从这里面选择一个概率最大的 作为我们的分类号 能力得出来什么吗 作为这个分类号 OK 好 那下面咱们代网友里面 是让你这思路明白的代码 其实大家看起来都很清晰了 这里面我们来读这样一个音乐文件 然后呢 这个音乐文件反回来跟前面很类似 它会发挥两个元素 一个是采用率 另外一个是音乐文件本身 然后我们把音乐文件本身呢 经过福利变换 然后取投1千个 然后经过绝对值 然后得到转后的特征 然后我们把这个特征呢 采用率呢 包括这个特征值的长度呢 打印了一下 这个打不打印对模型调用没关系 然后接着model.predict 是调了一下model的predict的方法 然后把我们的x数据传进来 这个predict的方法就会给我们得到一个什么呢 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分类号 那这里面它会得到很多个数值 当然这里面我们要取中号0 也就是取第一个啊 取第一个 那这里面的第一个事实上就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第一个事实上就是 就是最大的那一个类别的编号 就是概率最大的那个类别编号 然后把这个类别编号打出来 然后把什么呢 然后把这个地方的从这个类表里面传进来 就是从上面的这个类表里面把类别编号传进来 那这个地方有了这个所以号就可以取到真正的这个类别的名称啊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一个从训练级的构建到什么呢 到模型的训练啊 再到这个整个的一个测试结果啊 整个一个流程 那这里面真正我们调用sk论的时候 你会发现记忆学习里面的很多的内部的训练过程 在这两行里面全部都有了 对不对吗 在两行里面全部都有了啊 然后这个类别回归里面 大家也知道你可以去选择什么呢 你可以去选择这个multi class的种类 如果我们写OAR的话 它就是用多个二分类来做到多分类 还知道什么吗 那这个地方你还可以写什么 你还可以写sower 呃 那是吧 sower你还可以写sag 那就用t2现象法可以来做这件事情 对吧 当然这里面你还可以去写什么呢 你还可以去指定messeration 我的迭代一个次数 最大迭代一个次数 那这边都可以去调整这个参数啊 好 那这边我们右下来执行 来看一看无数肉哥是不是我们期望这个答案啊 呃 这个 就我们等一下这个答案 因为他需要去读这个数据 读这个词版数据 然后需要去训练模型 最后再读测试数据啊 这里面给了一个警告 就是说这个模型训练的时候没有收敛 我们需要把迭代次数再大一点 这里面我把它调大一些 嗯 再多一个收藏机好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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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就在这里面呢 我们说 呃 我们说如果你觉得模型还不错的话 实际上你可以把这段注释打开 就是说用一下Pico直接把这模型呢 可以可以给它保存那所对应的路径里面去 然后回头就可以在上线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个呃 你作为记忆学工程师 你这个模型训练好之后 你把它存起来 存起来 存起来之后你再把那个拷贝给别人说 你上线的时候就把它一读 你就可以去用模型去做预测 嗯 嗯 啊 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用Pico 他那段也得去import Pico 才能去读过来 嗯 嗯 这个用推动下降法来做好像会慢一些 啊 那这个地方呢 事实上我们顺带手说一下 再等我顺带手说一下 这个地方咱们这个罗里回归他默认是什么呢 默认这个东西叫做summer等于lib linear 这个lib linear呢 事实上就是现象代数的调解方式 事实上这里面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事实上这里面默认如果用lib linear的话 事实上他会用他推荡出来的罗里回解析解 去直接现象代数去算这个最终的最优解 他就不会这个多次迪代去趋劲了 就这里面咱们600行数据其实并不多 就600行数据不多 情况下实际上我们用lib linear来算 其实也会比这个要应该会快一些啊 所以这里面我把这个先不用提出下降了 因为天下降得不断的去趋劲趋劲趋劲 趋劲趋劲他底下次数多所以慢 希望我为了快速看到效果呢 这里面我把这个可以删掉 让他用默认的lib linear啊 那我们现在右键来执行 所以就是当数量不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使用lib linear的方式 当数量大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去选用提出下降法 当然你可以看到这解解的方式 直接就算了模型了 这个这这行代码 是咱们这里面第165行 这是打印出来的 所以说现在模型训练完了 已经开始在读我们的这个 无地自动这首歌 已经在读无地自动这首歌了 然后下面是打印的采样率44100 这个是音乐文件经常会见到一个采样率 然后下面这边呢是1000个维度所对应的值 就这个说法就是我们生存就是1000个数到 它所对的一个振幅 就是那个数到高度的值 然后接着 再往下这边呢是看了一下 dlis那边的长度1000个赫兹 然后之后这边点了一个音带 所以号4 那实际上4对应的名称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面就得到我们期望的黑暴乐队的这首歌 分到这个哪里去呢 分到这个摇滚这个类型里面去 能够找回吗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这个一个流程 那这本大家值得注意一点就是 多说一句就是在哪里呢 就大家随便找一首歌用这个模型去测 其实是不行的 原来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之前前面跟他们提到一点 就是这个音乐文件 它分为单声道和双声道两种 什么叫单声道 什么叫双声道呢 实际上单声道就是说 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你听音乐的时候 你大耳机听音乐 你大耳机听音乐 你左耳和右耳道 听到的声音是一模一样的 那实际上这个音乐文件 现在就是单声道的歌 如果你左耳和右耳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那它就是双声道的歌 它录制着两个channel的音乐声音 那为什么人们会用双声道的很多时候 是因为你两个耳机听到不一样 它会给你产生出立体声的感觉 能叫做一个吗 所以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mix那个页文件 28.4 是不是大家感觉这个页文件有点大呀 其实这里面是老师我把两个声道给它入于mix 给它合到一个声道里面的原因 合到一个声道里面的原因 合到一个声道里面的原因 所以它信件量会有点大 所以在这里面呢 在这里面呢就是 但是如果要去测试的话 你可以去找一些单声道的音乐去下载 然后去测试这个模型是可以的 有办法 好那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这个mix去做音乐分类器的 最后的这个